古人云,君子之交淡如水,小人之交干若理,君子交情清淡,不易受困扰,小人表面和善,实则恶意深藏,难以防范,这种奸诈之人可通过其气质、磁场及容貌辨别出见某人时,我们往往能立即对其人品做出判断,这种直觉通常正确。 心理学认为,这种一眼看人的判断,基于多年经验,准确率较高,我们可能一见钟情或一见深夜,道理相通,小人特征明显,脸上痕迹通常会暴露其真实面目,即使亲近,也可能伤害你,传承国学精华,启迪智慧人生。 欢迎订阅国学天地,小兮兮,手段狠的人不可靠近。 有这么一句话,表面笑嘻嘻,背后藏刀子,所以江湖中不乏有这些笑面虎的存在。 笑面虎这个词,起源于明朝的三十六纪中的笑礼藏刀,原意是指一种表面和善,内心却阴险毒辣的人。 这种人在日常生活中往往善于隐藏自己的真实意图,用表面的笑容和亲切来掩饰自己的狠辣手段。 一旦有人触碰到他们的利益,他们就会立刻露出真面目,用尽各种手段来打击对手。 在我国的历史上,也有不少这样的例子,例如明朝的严松,他身为首辅大臣,却总是笑容满面,待人亲切,但实际上他却是一个权谋心强,手段独辣的人。 他在朝堂上通过各种手段打压一击,贪污腐败,严重破坏了明朝的政治生态。 在现代社会,这样的笑面糊也依然存在,在职场中,他们可能是你的同事,也可能是你的上司,他们可能表面和善,对你笑脸相迎,但在背后,他们可能会利用手中的权力来排挤你,打压你,甚至陷害你。 因此,我们在生活和工作中,一定要警惕这种笑面糊,不要轻易相信别人的笑容,也不要轻易得罪别人,要学会保护自己,防止被笑面糊所伤。 同时,我们也要时刻提醒自己,不要成为别人眼中的笑面糊,眼露凶光的人不可靠近。 在我国古代,人们非常重视面相学,认为一个人的面相可以反映出他的性格,命运和道德品质。 其中,眼露凶光被认为是一种凶像,意味着这个人可能心狠手辣,狡猾奸诈,在历史上,有许多著名的奸臣都曾被描述为眼露凶光。 比如明朝的严嵩和清朝的和珅,严嵩是明朝家境年间的一位全臣,他因为善于迎合皇帝的喜好而得到重用,严嵩在朝中结党营私,陷害忠良,贪污腐败,无恶不作。 据史书记载,严嵩的眼睛目光如电,胜如豺狼,给人一种凶狠狡诈的感觉。 最终,严嵩因为贪赃枉法,结党营私而被抄家,落得个身败名裂的下场。 和珅是清朝乾隆年间的一位全臣,他因为善于理财,而得到乾隆皇帝的宠信,和珅在朝中权势滔天,贪污腐败,生活奢靡。 据传,和珅的眼睛渗入黑洞。 陆雄光给人一种阴险毒辣的感觉,嘉庆元年,1796年,乾隆皇帝驾崩,嘉庆皇帝立即对和珅展开清算,以二十大罪状将其下狱赐死,家产被超,家人流放。 这些历史人物的例子告诉我们,眼陆雄光的人确实可能心狠手辣,狡猾奸诈, 在现实生活中,我们应当尽量远离这类人,避免受到他们的伤害。 同时,我们也要时刻提醒自己,要保持一颗善良的心,不要让眼睛也露出胸光。 喜欢的话记得订阅本频道,接着往下看吧。 满嘴是非的人,一般都是小人。 这种人通常喜欢在背后议论他人,传播谣言和诽谤,以达到某种目的。 他们在人际交往中缺乏真诚和善意,往往会给周围的人带来困扰和伤害。 在古代,有许多关于这种小人的故事,让我们从中汲取智慧。 在《论语》中,孔子曾经提到,君子成人之美,不成人之恶。 小人反噬,这句话意味着君子会帮助别人成就美好的品德和事业,而小人则会相反,乐于散播恶行。 这样的例子在古代历史上屡见不鲜。 战国时期的吕不韦是一个著名的小人。 他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,向秦国的国君推荐了一个名叫烙矮的男子,烙矮擅长防忠术,被吕不韦安排成为国君的宠臣。 在烙矮得宠期间,吕不韦借机掌握了大权,干预朝政。 后来,烙矮因为野心膨胀,企图篡位,终被秦军击败。 吕不韦也被秦王正下令流放,最后自尽而死。 在《红楼梦》这部经典小说中,也有一个典型的满嘴是非的小人角色,王熙凤。 他表面上聪明能干,实际上心机深沉,喜欢搬弄是非。 他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和利益,不惜在背后重伤他人。 制造矛盾,最终,他的所作所为引起了贾府的衰败,自己也落得个凄惨的下场。 这些历史故事和文学形象都警示我们,要警惕身边那些满嘴是非的小人,避免被他们的言论所左右陷入纷争和困境。 同时,我们也要时刻反省自己,不要成为这种让人讨厌的小人。 头肩鹅窄之人,一般为人刻薄,刻薄之人必然会有刻薄之相,也许脸颊无肉,头肩鹅窄就是一脸的刻薄相。 这种说法并非空穴来风,实际上,在我国古代的面相学中,就有关于人脸特征与性格的解读。 在中国古代,面相学是一种十分重要的学问,古人认为,一个人的五官,骨骼,气色等特征都能反映出其性格,命运和健康状况。 因此,面相学在古代社会中具有很高的地位,被广泛应用于选拔官员,婚姻配对等方面。 在影视剧《红楼梦》中,曹雪芹对假脸的面相进行了详细的描绘,生得面如肤粉,唇若涂珠,一个脑袋,却像麦斗一般,头肩鹅窄,面薄皮宽,假脸在《红楼梦》中的形象,正是刻薄,寡情的。 他对待妻子王熙凤和情妇多姑娘,都表现出强烈的自私和冷酷。 在《史记》中,泰式公司马迁也对汉武帝的面相进行了描述,武帝长目而书,龙准而高,发音而长,这里的长目而书,指的是汉武帝的双眼兼具较宽,给人一种疏离,威严的感觉。 在历史上,汉武帝的确是一个有着强烈主见和果断手段的皇帝,他在委期间推行了一系列重要的政治、军事和文化改革,使汉朝达到了空前的繁荣。 当然,面相学并不是绝对的定律,它只是古人根据生活经验总结出的一种规律。 现实生活中,一个人的性格、行为和命运是由多种因素共同决定的。 不能仅凭面相就下定论,在现代社会,我们应该以科学的态度看待面相学,正确理解其中的道理,而不是盲目迷信。 面相学虽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,但不能完全凭借面相就判断一个人的性格和品质。 人的性格和品质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,包括家庭环境、教育背景、生活经历等。 因此,我们在与人交往和判断一个人的时候,应当综合考虑多方面的因素,而不仅仅局限于外貌特征。 在现代社会,人们对于人际关系的看法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,相互理解和尊重成为了人际交往的基础,而不是简单地依靠外貌活面相来做出判断。 而且,外貌活面相并不是一个人的全部,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内心世界和独特的才能,我们应当更加注重人的内在素质和能力,而不仅仅注重外在的表象。 不过,面相学也可以作为人际交往的参考之一,通过观察一个人的面相课征,我们可以了解到一些可能的性格倾向,比如,头肩额窄的人可能有些敏锐和机敏。 但并不能证明他一定是刻薄的人,面相只是一种线索,我们需要与人交往,观察他们的言行举止来更准确地判断他们的性格和品质。 以上就是一些常见的奸向,如果你在和别人交往时能够多留意这些细节,那么你就可以更好地保护自己,避免受到伤害。 当然,我们也不能因为某个人有这些奸向,就对他们一概而论,毕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性格和习惯,我们需要通过观察和沟通来了解他们真正的想法和感受。 无论是古代的面相学,还是现代的社交心理学,都只是一种参考,不能成为对一个人的绝对评判标准。 在与人交往中,我们需要保持开放的心态,多角度,全面的理解和评价他人,才能建立更加健康和谐的人际关系。 好了,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。 如果您喜欢本期的视频,在下方点个赞或者订阅频道。 如果有什么建议,就在下方留言吧。 咱们下期不见不散吧。